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藏不住的 不然也不会得出有妹妹在的片场 就永远看不到哥哥的正脸这个著名理论了 而在心慌璀璨的晚会上 肖战更是把对杨子的偏爱和历拜写在脸上 在跟李庆的颁奖典礼上 肖战就全程神游无视台上获奖的李庆 我都可以感受到肖战这满屏溢出的无聊了 而到了观看杨子的年度影视和其时 就是全身贯注 在看到妹妹受伤的片段时 还会不自觉地撅起嘴巴来 看来是非常心疼妹妹 这么甜的鲸鱼夫妇 谁又会不爱呢 肖战对杨子的双标真的不要太明显 对比肖战那么多剧组杀青照 我们不难发现 肖战在跟其他戏的女主拍摄合影照时 都是保持着一定的黄金安全距离 但是到了余生剧组 肖战就和杨子紧密地贴贴 瞧两人这甜蜜的笑容 我是真的被甜到 怪不得两人在晚会上也是如此的高甜 即使是摘口罩 也是巧情侣般的同步 直接把旁边的港朗哥哥都给看呆了 而同样是余生受害者的 还有我们的阿云嘎 在一次跨年晚会上 肖战就曾越过好兄弟阿云嘎 跟姊妹说新年快乐 耀眼的阿云嘎一嘴的狗粮 而更甜的还是后面 肖战想要牵起杨子的手 来一起拍大合照的这个画面 真的是完美诠释了 何为爱情 如果不是喜欢 谁又会这么主动呢 毕竟就连上台领奖 都是肖战帮杨子提的裙摆 这么甜的余生夫妇 不浅浅的磕下糖 真的浪费了 而不得不说 而在听到肖战获奖后 杨子开心地表演起了海豹式鼓掌 差点就要把手伸到肖战面前鼓掌了 这种下意识的欢喜是藏不住的 不得不说 鲸鱼夫妇的爱情真的是有迹可循 好了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